记者调雪如新竹报道,台三线客家庄造年茶叶兴盛,父亲浪漫大道,茶不可缺席。 被台湾一群关心客家文化的产观学界今天聚集明星科技大学,以客家茶道为主题,分享茶文化与茶产业经营,希望激发年轻人回色的意愿,振兴地方经济。 明星科大多元族群文化中心争取客委会补助,今天在校内红超楼国际会议厅,举办浪漫台三线与客家茶道的传播学术研讨会,由新北市客家民谣发展协会客家歌谣,舞蹈表演,揭开序幕。 研讨会请来台师大全球客家文化研究中心前主任邱荣裕,进行从实际见证浪漫台三线客庄人文底蕴专题演讲。 会中并有多篇关于制茶经营、茶饮文化、茶艺等相关论文发表, 其中,关西镇县年70岁的锦泰茶叶董事长罗吉泉,也欲贵分享制茶与茶产业经营之道。 新竹县副县长杨文科也出席开幕式,他强调,茶产业是台三线新竹县沿县乡镇的观光、文化与经济发展的重点。 明星科大多元族群文化中心主任黎叔会表示,客家文化中的饮茶文化,蕴含著浓厚的礼仪规范与文学精神,并及由日常饮食的礼俗呈现。 研讨客家鲜明的饮茶习惯,有助于了解客家人简朴、吃苦、应景精神及丰富的茶文学,拓展对茶的认识和见解,加深客家茶产业推广的力量。